如果他15年前接受奶茶妹妹张泽天的求爱 恐怕现在刘强东的京东早就玩完 将来不把小姑娘放在眼里 甚至被外人嘲讽不尽女色的富家公子哥 是苏宁集团的少爷也是唯一的继承人张康阳 现在30出头的年纪却始终没有成家 身后自然跟着一群乐意扑上去的英英艳艳艳 而其实早在15年前张康阳就差点在小姑娘跟前失身 毕竟张康阳打小就是各大有钱公主心里的梦中情人 而在一群乐意追爱的小姑娘行列中 就有长相甜美的奶茶妹妹张泽天 因为仗着自家老爹与苏宁集团大老板生意上的往来 年龄相仿的两人私下变得更加熟络 但其实在两人熟络的背后则是张泽天老爹按了小心思 因为他分明想要让两个娃联姻 拉拢张康阳做他的小姑爷 况且两人还同念一所中学 倒是给了张泽天追爱对方的大好机会 可是张康阳却完全没有不愿理会 更是当面婉拒惹得张泽天丢了面子 而张康阳不仅不接受 甚至还在第二年就逃离国外留学 但是当看到他与正大集团千金 谢其润交往甚密时 外人笑称原来小少爷也会看人下菜碟 毕竟正大天晴集团在制药业的身价和地位 远远盖过张泽天老爹小建筑公司的风头 可是当外人看到谢其润一则订婚消息 新郎不是张康阳史 他这个小少爷无非不是被痛甩的一方 毕竟不尽女色的他 恐怕斗不过女孩子的小心思 因为张康阳在逃离女孩子圈子的背后 实则早就踏进商界 大手一挥 花20亿直接买下意大利的心肝宝贝 早20亿买走意大利的心肝宝贝 护在怀里不到三年就掉在地上摔得稀碎 依靠着老爹坐上苏宁公子哥宝座 只爱豪车名表却不尽女色的张康阳 一丁点都比不上王思聪的潇洒 毕竟人家早就因嘴毒一战成名 怀里漂亮的阴阴艳艳艳一抓一大把 可是张康阳却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商业投资中 与其游手好闲靠着老爹吃喝玩乐 不如干点提升人生意义的买卖 可以说他比王思聪通透的多 2017年在沃敦商学院毕业后 早就想要在商业中大展身手 一眼就盯上了意大利捧在怀里的心肝宝贝 而毕竟在当时 意大利的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 曾在意大利的历史上 创造出不少不菲的成绩 就连意大利总统都十分引以为傲 可是现在却因财务危机 彻彻底底走下坡路 市值成为有史以来心底 况且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张康阳却依旧下河汤浑水 外人纷纷笑话他20亿早晚要打水漂 可是谁都想不到 甚至就连张康阳老爹 都怒斥胡闹之下 他却在三年内带领米兰 增加了1.16亿欧元的收入 甚至还时隔十年后 再一次拿下一甲联赛的冠军名誉 很显然在这几年 张康阳确实非常成功 毕竟年纪轻轻的 他已经坐上最年轻的主席宝座 惹得外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可是风头也就正近这三年而已 因为在面临苏宁集团的资不抵债后 不单单是张康阳被逼到 放弃手底下的国内江苏队 甚至就连国米全员的薪水 都养活不起 高高的太阳一夜之间落尽深渊 没有了一丁点的亮光 他这一战确确实实的败了 同时在身后的老爹张进东 也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拿出白花花的200亿 给许家印取暖 可单单不到三年 张家父子竟已经输到 底部不剩 早在恒大爆雷前 许家印身旁跟着不少老友献殷勤 这其中就不缺少苏宁集团大老板 张进东 在恒大生意蒸蒸日上时 不单单只有香港大富豪刘鸾雄 大把大把投资 甚至就连张进东都没少私下约许家印 把酒延欢 甚至还一次次拿出百亿钞票搞投资 自从2017年开始 两人单单只是从饭桌上的一杯交杯酒 彻底把苏宁电器与恒大联系一起 但是谁都想不到 这对把酒延欢的好兄弟 有朝一日会成为被外人嘲笑的难兄难弟 但张进东却大手一挥 直接拿出200亿的见面里 投资恒大 他背后似乎是宝贝儿子张康阳给的底气 毕竟彼时张康阳手里砸下20亿买下的国米 已经重整旗鼓 赢了一波又一波钱 趾高气扬地站在足球场中心 自此张康阳把买车玩车的钱全都砸进了国米 毕竟他手底下2900万的帕加尼 限量版的兰博基尼 法拉利都是他的新干宝贝 但是在价值不菲的跑车和名表跟前 张康阳似乎把心思更加放在国米和江苏队的投资上 但是当张康阳彻底玩完 已经给球员发不起薪水时 老爹张进东那边也出乱子了 毕竟在他手里的投资 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的乱买买买 明明作为一个线下搞电器的集团 却分明走上一条疯狂投资道路 况且在线上电商的挤兑下 苏宁线下电器也早就岌岌可危 只是分分钟就被资本给踢出圈 因为只是看到眼前的所谓利益 终究不能比竞争者遭走上创新之路 而张家父子究竟会不会如同张兰母子俩东山再起 就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